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恶童日记》 扎一听名字让人以为还是一部熊孩子的导弹史 或者像是铁皮股那样用儿童的视觉 表示这个世界的离奇荒诞 然而没有想到这部依旧以儿童视角所展现出来的世界 是那样的残忍又是如此的真实 故事的开端双胞胎就因为战争而被父母送到了外婆家 临别之前的礼物竟然是一本空白的日记本 但妈妈深情表达永远不会遗弃他们的同时 他们被送到了一个穷乡僻壤 一个脾气极其暴躁 性格极其古怪 体型极其壮硕的老妇人 外婆生活在了一起 从此日记本上开始记下了一页一页的噩梦 这个被当地居民称为巫婆的老妇人 果然有其诡异以及可怕的一面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像传言那样杀死了他们的外公 但是似乎对他们的妈妈有着极其深刻的恨意 他毫不言识地把这对双胞胎称作狗崽子 然后置之不理 双胞胎站在一旁 看着这个外婆不停地干活 懵懂中 他们似乎懂得了不干活没饭吃的道理 于是一对整洁的双胞胎在苦难的生活当中 变成了肮脏邋遢的两个小泥猴 在外婆的破屋子里 双胞胎主要的敌人就是饥饿 又臭又小的阁楼里 两个孩子只能蜷缩着瘦弱的身体 而外婆时不时地谩骂和殴打 也让双胞胎受摧残 更令人觉得难受的是 这对小兄弟竟然把所有的苦难 当作保全生命所必然承受的技能 而加以练习 他们互相殴打 来练习忍受挨打的能力 通过绝食来练习忍受挨饿的能力 甚至通过烧掉妈妈的信件和照片 来练习忍受情感上折磨的能力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依旧学习 学习圣经懂得善恶 但却要主动地去学习偷东西 敲诈勒索等等 鲜明的对比让世界充满讽刺 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竟然面不改色地去敲诈神父 他们饿得无药可救吗 不 当小兔子和他的妈妈 因为战争而悲惨死去的时候 他们一把火烧了小兔子家的房子 给了这对母女最后的尊严 他们拒绝善良和暖意吗 不 当遇见一位好心的女仆时 他们几乎把她当作了妈妈 而当这位女仆因为激发 而害死了帮助过双胞胎的 那个犹太皮匠 兄弟两个炸死了女仆 战火逐渐平息 帮助过双胞胎的纳粹军官 无声无息地走了 而双胞胎的妈妈 此时抱着孩子 与一个男人出现在了外婆家 艰难生存中练就的判断能力 让双胞胎宁愿选择 与外婆生活在一起 也不愿再跟随妈妈 妈妈被炸死后 外婆阴沉着脸 把妈妈究地掩埋 看到这里 也就能明白双胞胎的选择 他们在生活和战争的苦难当中 看到了外婆的无奈 更看到了乱世当中生存的艰难 外婆中风了 但她把自己中风的半边身体 隐藏在门后 同归来的爸爸对话 这种倔强的尊严 也让我们知道了 双胞胎骨子里的倔强 源于何处 可是爸爸却并不想 同他们一起留在外婆家 哪怕是死也要离开 双胞胎绝望了 心意相通的他们 也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用爸爸的死路 来走出来他们的生路 一对双胞胎 就这样在现实与人性的接连考验中 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 就像父母最初叮嘱的一样 他们一直没有分离 作为一个整体 对抗整个人世间的残忍 恶童之恶名 是整个成人的世界 用鲜血淋漓的现实 生生浸染出来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